各位好 歡迎來到 癌症新觀點醫學教育頻道 今天來跟二位談 攝護腺治療的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選擇 而這新的選擇會從一個 特殊的遺傳性的癌症基因 BRACA的基因來做這些 出發探討 我是陳俊醫師 請問醫生 攝護腺癌治療 最近有何新突破呢 攝護腺癌其實最近有一些新的突破 我們來舉一個新的突破的案例好了 範例 在美國有一個很知名的醫學中心 叫克利夫蘭的醫學中心 它舉辦了一個 第18屆年度的醫療創新的風味 揭曉了2021年 明年的一個十大醫療創新的產品 其中排名第九個 就是我們今天談的這個攝護腺癌的液體 在攝護腺癌的液體當中有一個醫療的創新產品 叫做POP抑制劑 一個所謂的POP的一個標靶藥 這個POP抑制劑為什麼在攝護腺癌呢 是一個被期許被期待 是一個很創新的醫療呢 基本上一般來說 癌細胞如果它是有正常的一個修復能力 它沒有這個遺傳性的這個 Braca基因的突變的話 基本上它的修復能力是正常的 這個癌細胞會是修復能力正常的 但是如果攝護腺癌的細胞 帶有這些所謂的修復基因缺陷的情況下 會造成它這個癌細胞的重源重組DNA 修復能力有一些缺失 這時候呢 它原來修復的能力的狀況下 一定會有一些 系統上會有一些缺失的情形 這時候呢 有一種特別的藥物 它叫做POP抑制劑 這個POP抑制劑是一種標靶藥物 可以阻止這個腫瘤細胞修復受損的DNA 從而增加腫瘤細胞的死亡 尤其是在那些本來就帶有 先天或後天修復機制缺陷的腫瘤 就會造成它們血上加霜 會讓它的修復的機制更加的受損 這時候呢 就可以用來治療這些 讓癌細胞的修復機制受損 癌細胞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中央POP抑制劑 其實過去是在兩種女性的癌症 包括乳癌跟卵巢癌 都被證明是有效 有治療上的意義 如今在男性這個攝護腺癌當中 也被證明有一個很好的醫療上的進展 所以當你的 攝護腺癌的這些細胞裡面 有這些DNA重圓重組修復功能的缺陷的時候 你再給它一擊 再給它一個POP抑制器 讓它這個修復機制的狀況 更加不穩定 會讓它的基因呈現更不穩定的狀態 這樣就能夠有效殺死癌細胞 然後在正常的細胞裡面 因為它的修復機制相對更完整 所以它就不會受到POP抑制器的傷害 也能夠讓病人的治療上面 減少比較少的副作用 而POP抑制器目前用在這個 轉移性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去世療法 抵抗性的攝護腺癌 已經是被核准了 在2020年5月份有兩個POP抑制器 一個叫做Orapalib 中文名字叫做令癌砂 另外一個台灣病目前沒有叫Rucapalib 都被核准用於在攝護腺癌 而且攝護腺癌是屬於比較晚期的 去世療法有抗藥性 並伴有轉移性的攝護腺癌 這樣的一個新的療法 為世界各地的男性攝護腺癌的患者 拓寬的治療大門 而且也打開了提高生活率的大門 無關乎被克里育富蘭醫學中心 這次的峰會 排名為第九的一個 有醫療創新的一個產品 那什麼是去世療法有抗藥性 而且伴随有轉移的攝護腺癌呢 我們簡稱叫做MCRPC 一般來講對於上司手術機會的攝護腺癌患者 通常是只有晚期的攝護腺癌患者 荷爾蒙治療是一個主要的治療手段 因為攝護腺癌其實是一個男性荷爾蒙 雄肌素所驅動的一種癌症 對轉移性攝護腺癌其實的標準治療的癌法 就是抗雄肌素癌法 或者簡稱叫賀爾蒙癌法 一般來說大部分的攝護腺癌病人 經過一年半到兩年的抗雄肌素癌法 會出現抗藥性 我們醫學上稱為去世癌法抗藥性 這時候如果有辦法轉移的話 我們就叫做MCRPC 這種情形其實相當的難處理 通常都會用一些新型的賀爾蒙藥物 但是它的癒後還是很差 中胃存活的時間大概通常只有一年的時間 請問醫生可否解釋何謂 攝護腺癌與BRACA的黃昏之戀呢? OK 這個問題其實是很特殊的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都知道說 攝護腺癌其實有一些危險的因子 大部分攝護腺癌是發生在50歲的男性 有一些種族上 比如說美國的黑人 都相對會比美國的白人 更容易罹患攝護腺癌 另外一個就是 肥胖的男性 得攝護腺癌的機率也比較高 但是攝護腺癌其實有一定的比例 是因為遺傳的因素 尤其是一些遺傳基因的變異 造成的攝護腺癌 像我們常常知道 A傳性癌症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安吉尼納球莉 安吉尼納球莉的媽媽阿姨跟外婆 分別罹患了乳癌跟卵巢癌 後來安吉尼納球莉去做了精英檢測 才知道說他們家裡面帶有一個 特殊性的遺傳性的BRACA精 才讓世界上很多的人知道說 原來有一些的癌症是遺傳所造成的 而攝護腺癌也是其中的一個 像安吉尼納球莉所罹患的 所攝帶有的遺傳性的BRACA精 不只會讓基帶的 這個基因突變的代言者 容易得到乳癌 容易得到卵巢癌 相對來講也會容易得到 攝護腺癌的機率也會有提高 像安吉尼納球莉這張是一張 安吉尼納球莉在家裡面 在她小時候的一張照片 那其中安吉尼納球莉就是在 第七個的位置 就是安吉尼納球莉的小時候照片 這裡面當中的一些女性都得了乳癌 但是其中有一位男性帥氣的 頭髮有中分的帥氣的男性 就是安吉尼納球莉的舊舊 據美國新聞的記載是 安吉尼納球莉的舊舊 大概在五十多歲的時候 得了攝護腺癌 而且在五十多歲的時候 就因為攝護腺癌而死亡 所以你可以看安吉尼納球莉本身 家族裡面就帶了一個Blocka基因 所以他舅舅想單而而也帶了這個基因 那目前來講 攝帶有遺傳性Blocka基因的 遺傳性基因突變的男性 不只是罹患攝護腺癌的風險會增加 而且當你罹患攝護腺癌的時候 你攝護腺癌出現淋巴結轉移 遠處轉移的風險也比較高 請問醫生去世療法抗藥限制轉移性攝護腺癌 又與同源重組修復蛋白功能缺失HRR有何關係呢 OK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問題 基本上我們細胞的DNA在經過一些損傷以後 就好像我們這個鐵路的軌道一樣 鐵路的軌道如果有一些破損、修損、損壞的時候 一定要趕快請那些鐵路局的修理的專業的人員 進行修復 不然這樣子我車經過後可能會出軌翻車 當然我們DNA也一樣 DNA如果有損傷的時候要趕快進行修復 不然它在下一次要進行複製的過程中間 就會讓下一次複製的過程中間出錯 甚至會影響到下一代的 下一波複製的產生細胞的一個結構的完整性 所以細胞裡面一直都有很完整的DNA修復的機制 比如說有所謂的挫備修復 有所謂的PUB的修復 當然有一種修復的過程是在應付雙鏈斷裂時候的修復 最重要的一個機制叫做同源重組修復 同源重組修復這個機制當中 它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修復機制 所以它必須要有許多的幫手來幫忙 包括BRCA1、BRCA2、PUB2、ATM這些蛋白 都是同源重組修復當中所需要的 目前認為同源重組修復大概蛋白當中有這麼多個 有些人負責是去感應的 有的人負責去傳遞這些 有的人是負責執行同源重組修復的機制 所以目前認為同源重組修復機制當中的這些蛋白質當中 調控這些蛋白的基因當中有15個比較常見裸裂在這個機房 這些的這些基因都是會牽涉到 許多重要相關的這些同源重組修復的基因跟蛋白 所以當你的同源重組修復的基因出了問題 或是同源重組修復的蛋白質表達出現失常 你的同源重組修復的功能就會有一些缺陷 這時候對於DNA雙骨斷裂的削損的修復就會產生了一些異常的情形 我們目前有發現到說當你的攝護腺癌在攝護腺癌的治療過程中間 特別是在利用了抗熊激素療法治療過程以後呢 後來產生抗藥性的這些攝護腺癌細胞 通常會發現有同源重組功能 或同源重組蛋白的缺陷的情形 當你同源重組蛋白有缺陷的時候 你就很可能對剛才就從一開始節目前面講的 當你同源重組修復有缺陷 這時候你對於POP標靶藥物的敏感性就會增加 也就是說剛才講的那個三角椅的概念 當你同源重組修復的這個基因缺陷 你的三角椅的這個椅子的這個椅角 就一個椅角瘦已經有點不穩定 這時候你再用POP標靶藥物把另外一隻椅子的角給它剝割掉 這個三角椅的狀況就非常的不穩定 這時候這個癌細胞就很可能被抑制的狀況會比較好 所以就像這個圖表達的一樣就是 當我們的攝護性癌細胞表達出同源重組修復蛋白的缺失 也就是HRR的蛋白缺失的時候 就很可能對這個POP抑制器的藥物的敏感性會提高 所以今天講的就是攝護性癌跟卵巢癌跟乳癌 既然會有一些殊途同歸的效應 也就是說BRACA跟所謂的同源重組修復 緊緊的把這個攝護性癌跟乳癌使用的標靶 和卵巢癌所使用的POP標靶藥綁在一起 既然在不同的癌症發現到一個特別的 共同有的一個致癌的激轉 然而這個致癌激轉也衍生出一些共同使用的藥物 這個情況是不是覺得醫學上很多癌症的發生 既然是殊途同歸讓人覺得非常的有趣嗎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結束 也歡迎各位能夠繼續給本頻道支持與鼓勵 謝謝各位 喜歡本頻道的朋友別忘記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更多癌症治療新知請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您的支持與鼓勵是我們持續進步的動力